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阳县发生一起刑事案件 犯罪嫌疑人杨某逊男42岁平阳人 因纠纷持刀行凶造成六人死亡 随着这几天越来越多的内幕被网友披露 大致可以知道行凶者杨某逊是报复杀人 当地镇政府的镇长抢占他家的土地 他多年上访 反而被送入精神病院 出院后他干掉了镇长一家 这位网友据说是杨某逊的亲属 是他的什么侄女 他发帖说我来给大家阐述这起杀人事件的经过 他说已经证实了死者确实是凤朝镇的镇长 他说我前姑父确实杀的是凤朝镇的镇长 死了四个人 他说死了四个 官方公布是死了六个 听说镇长老婆仍然在抢救中 起因是前几年 凤朝镇的镇长霸占了我姑父家的土地 还殴打了我姑父的爸爸 我姑父也因为争执进了监狱 去蹲了几个月时间 所以我姑父从监狱出来以后 就想和我姑姑离婚 一心想着报仇 提早把孩子和房子留给了我姑姑 就是怕有朝一日走上这条路 不想连累他们母子 这几年 这人一直没碰到 就是仇人一直没碰到 今年在凤朝镇长的丈母娘家碰到了 所以起了杀心 刀砍了几下 还用车撞 就是一根筋的人想报仇 想了几年了 终于走上了不归路 网上还出现了杨某逊以前写的一个微信的截图 他说 大家好 我是浙江温州市平阳县水头镇 贺西社区贺尾东路108号的普通老百姓 两年半的依法维权 让我身心疲惫 昨天又去省里依法上访 受到各种压力 但是身为人子 岂可让自己的父亲就这样蒙冤受驱 2018年 我和老婆离婚三次 老婆坚决不离 要与我生死与共 假如有一天我进去了 或者我出意外死了 我妈会陪我一起死 我老婆也会把小孩带上 陪我一起死 只有我爸很留恋人间 他被打失血过多 又被批捕 刑拘入狱 导致残疾 不能干活 希望我爸死后 乡亲们帮他处理一下后事 杨公逊 鬼谢 看来这个人的真名叫杨公逊 功劳的功 毫无疑问 这是又一个杨家式的反抗暴政的佣性 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 杨公逊也让我们想到了另外两个人 一个是张寇寇 张寇寇是为母复仇 在他13岁的时候 也是因为宅基地纠纷 他母亲被邻居用木棍打死 他后来入伍当兵 22年后终于爆发 杀了邻居一家三人 另一个就是欧金中 欧金中是因为自家宅基地上建房 被邻居阻拦 多方反应情况都没有结果 自己一家住在铁皮房里四五年 最终在一个刮台风的天气 铁皮房顶被台风吹走 他拿着刀杀了邻居全家 谁说中国农民都不能软弱 就看盗命到最后关头 盗命到那个份上 怂怕说兔子急了也咬人的 何况男子按大仗 我一直说中国人从顺民到暴民的转化 就在那一瞬间 这位杨宫逊就是典型的代表 著名学者蔡审坤先生评论说 平阳杀人惨案的背后 掩盖着长期以来暴力执法机关对平民 正常维权的打压和施暴 在中国多如牛毛的精神病院里 关押着数不清的正常人 许多访民和维权人士完全排除在司法系统之外 当警方甚至基层政权把一个人定为精神病人 就意味着无法会见律师更不需要受审 就面临着长期关押 即使获释之后也会被社会孤立 也有网友说 平阳杀人事件需要追根溯源 这一杀人案不是没有因果的独立事件 突发案件 维权上访时 他被认定为精神病关起来 行凶杀人时 他又被认定为正常人了 就不是精神病了 正常人量刑 权力可以翻手未云 覆手未雨 说明法律不能伸张公平正义 当弱势群体维权无门 被逼只能靠拼命来抗争复仇的时候 法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都会荡然无存 这也是2003年的第一大案 这预示着民间反抗情绪爆发的开始 是今年风云激荡社会巨变的开山之作 这件事非常有寓意 大家好好观察 这两天其他的新闻主要是中国疫情继续发展 毫无减缓的迹象 尽管国家卫健委一再说疫情高峰已过 但是他们自己公布的数据都很不乐观 疾控中心的数据是31个省市 现有住院病例47万例 现有重症是5万1千多例 1月13号到19号 31个省市因病毒感染死亡的又有1万2千多例 也就是说前一阶段已经死了6万人的情况下 这又新增1万2千多例 合计就有7万多例的死亡 当然了这个数字也一定是大大压缩了的 估计100倍都不止 也就是说无序放开以后 因为新冠死亡的应该在千万级别的规模 而且疫情高峰根本没有过去 原中国疾控中心的主任高福 他一不小心说了实话 他说2月初才可能会到达疫情的拐点 关于这一轮疫情的重症高峰 原来大家都以为到春节前后就能见到拐点 但是现在有着综合因素的干扰 很可能感染过风再延后20天到一个月 到2月初才可能见到拐点 从高福的这番话可见 疫情仍然在高峰 一个月以后才能到拐点 而且只是可能到拐点 还有可能疫情一直处于高峰 拐点遥遥无期 这两天的舆论热门 无疑就是春晚 央视春节晚会 其实春晚已经抽大街了 人们都不屑于再讨论它了 一届比一届内容烂 毫无观赏性可言 现在很多人都不看 我从来都不看 而且今年正赶上疫情的海啸 死亡井喷 本来就不应该办什么春晚 网友说这是棺材板上办春晚 尸骨堆里庆新春 老百姓现在人人掩病 很多家庭失去至爱的亲人 中共却在欢天喜地 搞什么春晚搞庆祝 这说明中共根本 它就不是人民的政府 人民的死活在他们的眼里都不屑一顾 他们只需要歌舞生平 粉饰太平 海外这两天有一个舆论热点 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的一个说法 他说因为疫情了 中国已经死了4亿人 这一数字引起轩然大不恶 很多人现在都在争论这个数字 死了4个亿是不是真实的 也有潜伏的中共的海外大外宣 跳江出来赤膊上阵 趁机把批判的矛头对转了法轮功 企图搞乱舆论 为中共的防疫失败打掩护 我们先不说死亡4亿的真伪 我们先说中共在疫情防控中不断伪造数字 压低感染人数死亡人数 大家知道中共一贯是搞信息黑洞 数字铁幕 习惯于造谣撒谎 这是他们的反动本性所决定 自疫情爆发的三年来 中共是无日不撒谎 无日不造假 2020年初武汉大封城期间的死亡人数 就是第一步武汉封城的时候的死亡人数 官方的声称是只死了区区2500人 国外的专家估算死亡人数十倍以上 达到36000人 随着三年的时间过去 更多的内幕现在流传出来 真实的死亡人数是多少呢 武汉有一个户籍警察 管户籍的一个警察 他说实话 他说真实的死亡数字 他们掌握的是死了70万人 是官方公布死亡数字的280倍 那么现在中共依然在玩弄数字造假这一套 无需放开以后 中共公布的死亡数字 连三岁小孩子都不信 什么一天全国只感染几千人 三四千人 什么二十天全国只死亡了30个人 这些假数字理所当然的遭到国内外的嘲笑 一致踏法 太假了 只死三个人 中共就不得不更改数字 后来又承认说其实死亡了59000多人 接近6万人 如果是按照武汉的这个情况 官方少说了 少说少死亡280倍 那么这次又说死亡59000 59000乘以280可以得出这次开放以后 死亡人数应该在1650万左右 这个数字就比较符合真实情况 是一个符合真实情况的数字 1600多万 说到海外中共的大外宣攻击法轮功 我觉得这种攻击非常令人不齿 尽管法轮功也许存在某些不足 某些缺点 更有像张天黑这样的傻叉 混杂在其队伍里 但是法轮功一直是战斗在反共第一线 法轮功是好样 我早年就在文章中说过 法轮功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一点 他是中共第一个没有亚服的组织 他同独裁政权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就凭这一点 我本人就坚决支持法轮功 现在那些以批判四亿人死亡为名 恶毒攻击法轮功的家伙 都是什么些什么人呢 都是在中共官媒工作多年 骨子里都禁音着中共的宣传文化 敌视有神论信仰 流亡海外以后如丧家之犬 总要向中共递交投名状 对中共一来是小骂大帮忙 关键时刻帮大忙 企图继续卖身脱靠 所以他们在二十大席包子发动会场政变 当场驾走胡振涛 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 他们就按照中共新华社新闻稿的说辞 积极为席包子辩护 说胡锦涛是什么老年痴呆 就应该被当场驾走 不驾走不行 他们就这样替中共说话 这一次又跳出来攻击法轮功 这是他们的大外宣身份所决定的 顺利成章 不足为奇 以后他们还会有类似的表演 大家拭目以待 那么有人说法轮功怎么就不能批评呢 不让批评的组织一定是什么邪恶的 首先法轮功没有不让人批评 他也没有这个公权 是你批评我就不行 我就把你怎么样 你批评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不像中共 你批评中共就是寻寻自事 就得把你抓起来 就得判刑 就得坐牢 另一个方面 法轮功面对批评 他也有反驳的权利 你批评他 他就不可以反驳 他有反驳的权利 他也有抗议污蔑的权利 只要这种反驳 这种抗议是平和的 是合法的 那就是合理的 网上有一条中共的大外宣散狗 发文说他当年在中共的官媒工作 因为北京电视台污蔑法轮功 法轮功学员就包围电视台抗议 让这只散狗很不爽 他主动就杜抓了一篇文章 批评法轮功压制西文自由 结果报社领导也没尿他 就拒绝刊登他这篇文章 更让他不说 这个事我是这样看 作为党的喉舌 中共的电视台 他有新闻自由吗 如果有 也是只有污蔑攻击法轮功的自由 作为一个民间的练功的团体 法轮功受到官媒的污蔑 他们自发的去电视台抗议 这不是压制什么干涉新闻自由 这是捍卫他们自身的信仰自由和练功自由 而且中共官媒的新闻自由 那不是法轮功可以压制的 否则就没有后来官媒对法轮功的大肆攻击了 那么压制 怎么还攻击法轮功呢 那有法轮功怎么压制他们了 我不反对任何人批评法轮功 但是有网友说呢 当年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时候 希特勒迫害犹太人 那你站出来就也批判犹太人 说犹太人什么无伤不颠 尽管也可能是事实 这个民族一无是处 就应该说迫害 那你就是对纳粹的应和 你就是为纳粹的迫害行为提供理论依据 我觉得网友举的这个例子 他非常恰的 举的非常好 也就是俗话说的 当鸡蛋和石头相碰的时候 我们永远要站在鸡蛋那边 当强权和民间相撞的时候 我们永远要站在民间一边 当然了 如果你是大外宣 你是丧家的什么散狗 那就另当别论了 那你就爱站哪边站哪边了 张天黑 你他们听见了吗 你们口口声声 自称大法弟子 一口一个你师父你师父的 你敢一下灯爷这样挺身 出维护大法吧 你还说我不练法轮功 我是不练 但是我比你更坚定的捍卫大法 记住了 我是世界 灯爷是世界第一护法使者 你学着点吧你 好了 又到欢乐时段 过节了 咱们得乐乐呵呵的 气死那些五毛粉红 先看这一段同样是下雪 中共官媒的不同报道 先是伟大祖国首都北京下雪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时 这个他播报的消息 首都北京 喜降锐雪 积雪深度达60厘米 大雪呢 有利于提高空气质量 杀虫出病 增强人民健康和春耕春波农业生产 接下来又是美国首都华盛顿下去 央视就说了 美国首都华盛顿突降暴雪 积雪深度达59厘米 上万驾驶航班延误多数人 无家可归 道路交通受阻 车祸连连 这就是他们的典型的风标啊 华盛顿比北京还少下了一粒米雪 反而受了血灾 还有这段视频是湖北襄阳的网友 响应烟花革命 上街释放烟花 帅呆了 扣毙了 小伙子们干得不错 希望弟兄们再接再厉 接着放 继续放